所以说安装好新机器之后一定要 measure 它的superheat and the subcoring 压力 你所有东西要监控 要要调压力调到最佳 这样子机器才能耐用 这样子才装出来是good quality made in USA American standard today is super duty 今天我们安装那个地上的机器又要请吊车 what 因为它的前院被抢挡住了 它的后院saya那边呢 现在有个工具房被挡住了 所以说还是得请吊车 let's do it Seriously I'm up 3'10' 好 走走 OK Let's go ok 新的掉进来了 现在开始掉老了 。。。 dun gun gun go down nice nice awesome perfect ok 现在把脑袋调走了 现在新的在这里了 一会把他准备移过去 那个铜管跟cupline 一会准备消汗了 好 现在消汗准备好了 这个也connect好了 中间又有个feeding 这个白色的就叫Frag 它有助于温度更均匀 一会一加热的时候它就会融化 快 百分之百 先吹了 OK 现在准备软件好进行完 准备开始冲进后 那边的是麦康阶 OK 现在准备软件好进行完 OK 现在开机了 现在小伙计它正在接电 这台幼口扎点是去年刚换的 这房子25年了 机器也是25年了 第二台接之明年 也就是说今年也坏掉了 所以连它的寿命都是差不多的 那个我这个CAP你完了 你来了 你来了 我一会打紧CAP 我怕这个败符了 打 OK 现在烧换好了 辅娘开始打门 开始放火来了 现在开始插电 OK are you ready are you ready let's go 我听声音压缩机起来了 开机运转了 风是热的 压缩机引起来了 现在我们测试它的辅娘压力 OK 那这是原厂带来的那个辅娘 原厂带来的辅娘呢 有时候会overload 有时候不会overload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很多新手就搞不明白了 这不是工厂的错误 这是因为决定于你的那个里机 跟室外机的室外机跟那个室内机的铜管 到里面阿迪的铜管 它的距离要多长 而manufacturer的factory charge 默认的是只有6ft到10ft之间的 如果说这个里机跟外机的 之间的铜管很长的话 那么说它的辅娘就不够 它就会low charge 所以说安装好新机器之后 一定要 measure它的superheat and the subcoring 压力你所有东西要监控 要要调压力调到最佳 这样子机器才能耐用 这样子才装出来是good quality made in USA american standard OK我们现在监控它的superheat 13.3 subcoring是7.7 很正常 然后它的evaluator 目前是50度 因为刚开它填了好几天 然后它阿迪克温度很高 是正常的 这是海赛 海赛的压力很正常 非常棒 这个是那个train的 train是做commercial的 做了六七十年了 非常专业非常棒 wetball dryball temperature split temperature split 3025非常好啊 好 evaluator的温度开始下降 海赛low sign 一切正常 好 好朋友们 今天安装十八集 到此完毕 see you next time goodbye